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我是HELLO 正常來說,我是出第二條日本的影片 第一條影片是全日的 這條影片我第一天就說了 就是晚上會逛街買東西 剛才我最主要去了一間店 只是一間店 很大間的 叫做激安之電筒 這裡是沒有寫的 它是有六層膏的 有賣衣、電影產品、家具用品 我買了兩樣東西 只是買了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一眼燈 可以插入手機那裡 十六眼燈 燈粒 然後有分三個光度 人家拍照 用手機自拍的時候 背面沒有這個閃光燈功能 那就可以開著眼燈 或者拍片也適用 第二樣東西就是這個廣角鏡 我找了很久 不過多數都是很貴的 有幾百元那些 那我就買了一個 是不知千多元 現在就先開一開這個箱 試試用這個閃光燈功能 因為它收了稅228元 但又不能退稅 國安部是不能退稅的 不過這些產品是不能退稅的 所以現在可以用 但好像很複雜 這樣 噢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是 插入手機 這裡是可以充電的 充電的 充電的 這就夠強弱 現在先插進去 看看有沒有反應 插入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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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充電就插不下 所以反轉 反轉了 插入手機 然後試試開 怎麼開 按 是可以的 看到嗎 照了 即是呢 現在試試拍照 反轉 那好啊 現在就拍了照 321 這就是有眼燈 這個就是沒有眼燈的 先插入手機 然後呢 現在就關掉了 現在就關掉了 關掉了 關掉了我後家的燈 3、2、1 兩樣照片分業走打 大家應該都看到了 第二樣東西 第二樣東西就是這個 廣告鏡 就是方向拍片用的 先拆開 先拆開 好 拆到了 挺好的 它送了布袋和一個 鏡的罩 好像相機一樣 通常人家手機才有鏡呢 因為相機都有廣告的功能 例如單反相機 自拍廣告通常會用 10-18的鏡頭 10-18的單反相機鏡頭 是有廣告的 是超廣告的 這也是買廣告的 香港很多地方都買 不過比較貴的 它有一塊 可以拆開 扭回去 嗯 那我現在就用 這個就是沒有廣告的 再試試買廣告的 這個就是有廣告的 這個就是沒有廣告的 這個就是沒有廣告的 這個就是有廣告的 沒有 沒有 有 但是就是這樣 今天開箱差不多了 記得追蹤 Facebook page 還有訂閱 還有記得在不知道的東西 或是不明白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試試盡量說 那下一條影片繼續 就是明天 也是拍全日的 明天那集 就是下一集再見 拜拜 你選三種 我選兩種 好 我隨便抽 就中間一個 愛 天愛來客 聽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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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